Hi, I'm Chef John 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这个链接 订阅我们的网站 观看上千道料理 及专属节目 Hi,大家好,我是 Chef John 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一道菜 叫做芥兰牛 也叫西兰花炒牛肉 在中国的国内 这道菜可能建的比较少 因为吃西兰花的人相对来说 不是那么的多 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牛肉的基础 跟大家交代完整 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举一反三 你就可以炒西兰花 炒胡萝卜 炒别的青菜都可以 首先我们把这个牛肉来改刀 我们看到这个牛肉的纹路是这样的 我们就把它给一改三 好 两片放到边上 那么我们这样切片的相对来说面积太小 我们把它剖开 等一会儿我们会用斜刀法来处理 大家看到这中间还是有点肥 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给修掉一点 其实有的时候带肥的吃在嘴里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我们把它这些肥的去掉以后呢 就用斜刀法 因为斜刀法出来的片就比较大 也比较漂亮 一片一片 也不用太薄 太薄的话呢 它不容易吸过多的水分 然后烧制的时候呢 容易形状碎裂 好 我们的牛肉呢 全部都改刀 片好了 我们要放入盘中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行上浆 上浆的作用呢 是让牛肉本来里面的肉汁呢 在烹饪的时候呢 不会卸掉 那就换句话说 把肉汁保留在里面 那我们首先放入酱油 调色调味 料酒 续心增香 一点点的小苏打 糖 起到的掉鲜和小苏打中和的作用 然后放入鸡蛋 然后放入我们的生粉 玉米粉 好 我们来把它给抓捏均匀 一定要让每一块牛肉均匀的包裹上 一层薄薄的外衣 这层保护膜 在烹饪的时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上浆的过程当中是有感觉的 大家看到这个牛肉呢 表面上看上去滑滑嫩嫩的 也不出水 如果有出水的现象呢 这个牛肉就失败了 大家看到 好 我们的牛肉呢 基本上完全把外面的那个味道和汁水 吸入到里面去了 也裹上了一层薄薄的外衣 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它来点油 等一会上浆完 它要醒至一段时间 这样的话 牛肉之间不会自己粘连 然后又起到了更好的保护的作用 好 我们的牛肉上浆呢 就完成了 我们让它放到边上 醒至差不多三四分钟到一个小时 这样的话呢 更入味 更嫩 接下来呢 我们平时处理西兰花 只要把它做成一个这样的大小的块 等一会炒制的时候呢 就可以了 剁下来的那个根筋啊 可以削掉表面的皮 切成薄片 你腌制也好 炒也好 什么都可以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切一点 胡萝卜的那个小花刀 看上去呢 有一种增色的感觉 我们呢 把皮剥掉以后 取其中的一段就可以 不需要全部 差不多就这样大小 我们先开一刀 另外一刀呢 有点斜 好 大家看 出来一根 隔一段距离 我们再开一刀 好 当我们都两边修好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给切成一片一片 不要太薄 太薄的话 也是一烧就没了 就糊掉了 形状呢 我们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牛肉也处理好的 我们的配料也处理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行炉台的操作 那首先呢 我们要烧一锅开水 我们要把西兰花焯一下水 焯水的目的呢 有两个 一个让它成熟 第二个呢 我们焯完水 马上泡入冰水 让它最大限度的马上降温 既把它成熟的同时 又不让它把过多的维生素 营养成分流逝 我们在开水里面 适当放一点盐 好处是什么呢 让它露点底味 西兰花里面有一些小虫啊什么的 碰到这种盐水呢 它会自然的就流出来了 那我们把西兰花倒入水中 不用时间长 大概15秒到20秒足够 因为等一会儿 我们还会再烧一下 好 时间到 把它拿出来 直接放入冰水 冰水是极其重要啊 营养保留 口感保留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换炒锅 好 今天用到的炒锅呢 基本上是属于中式的啊 那平时呢 在家里呢 你就按照自己的情况 虽然现在中式的 也基本上属于那种不粘锅 那我们传统的呢 完全是铁的啊 那就需要专业的炉台 来操作比较合适 那平时生活当中呢 我们还会用到这类的锅 这是完全的就是不粘锅 这种锅呢也没关系 但是呢 你千万不要太高温的东西 放在里面煮 接下来呢 就来进行炒制 老样子先开火 热锅 必须要稍微热一点 我们才放入油 好 我们的锅已经基本上热了 少许的油 首先要放入 我们上浆好的牛肉 大家听到啊 就是一定要这种声音 油温太低下去 它就散掉了啊 我们这个 让它马上表面 就有一种收缩的 凝聚的力量 不要马上翻动 如果家里有筷子的话呢 我个人建议用筷子 为什么筷子的接触面比较小 扒拉起来呢 不容易损伤牛肉的 表面的那层上浆的东西 火候的控制 如果在煎制的时候 基本上以中大火为主 煎制的过程当中 几乎没有水分胜出 这就是我们前面上浆的效果 我们的肉呢 不需要弄得太熟 差不多七八分就可以 因为等一会呢 我们还要和西兰花 别的调味品一起烧制 首先我们放入蒜片 姜片 然后葱段 把它给煸了香味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要倒入少许的蚝油 酱油 少许的糖 一点点的香醋 取其香不取其酸 烧制的过程挥发了它的醋性 然后少许的鸡汤 鸡汤呢 是有一定的鲜味和咸味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盐几乎就可以不放 好 倒入切好的胡萝卜片 然后把我们的西兰花给拿出来 一定要把水分给控干 好 放入锅中 那我们的西兰花也基本上完全的成熟了 最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 就是明脂量茧 用勾茧的方法 把所有的汁水包裹到原材料的身上 今天我用到的是土豆淀粉 劲比较大 而且包上去的色泽各方面都比较亮丽 好 我们要翻炒 不能让它过多的停留在那个地方 因为它会导致原材料结块 好 大家看到汁水已经很漂亮的包裹上去了 最后淋入麻油 增加香气 当然你如果喜欢吃辣的话 你也可以放些辣椒 这个是按照个人的喜好 那今天我们就比较中性 芥兰牛就完成了 装盘 好 今天呢 我们的西兰花炒牛肉 也就是芥兰牛已经完成了 那做这道菜呢 要注意几点 第一点呢 就是牛肉切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横着切 那样的话 牛肉的滑嫩会更上一层楼 第二呢 就是上浆的时候 不能让它有水分的渗出 第三个呢 就是西兰花 一定要先焯一下水 冰水里面泡一下 让它更加爽脆的感觉 最后一个呢 就是勾一个芡 让所有的汁水啊 完美的包在西兰花和牛肉的上面 这样一道菜 就能够漂漂亮亮的完成了 今天的西兰花炒牛肉 也就是芥兰牛肉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订阅 our app now 谢谢大家